美国批准最新对台军售 表示有助维护地区军事平衡 美国卖M109A6的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 甚至这笔交易包括20辆野战火炮的弹药支援车 现在美国和台湾谈券卖这批武器不是重点 而重点是之前特朗普政府卖对台军售 不用跟中共客气 台湾要多少?美国卖多少? 最重要是拜登上台后 很多人都说拜登上台后会不会再对台军售 现在真的对台军售了 看回现在拜登来说 究竟这宗钓已经证实了 稍后会不会再有新武器继续向台湾军售呢? 即是特朗普 说回特朗普 特朗普 不是 拜登 拜登上台后 即是特朗普就已经冲出中共的红线了 之前这个C-17 美军的运输机降落台湾 选择这么大只 就摆明了 就怕你看不到 现在你看回了 拜登 证实了真的会对台军售 我也可以这么说 其实现在拜登政府 即是美国卖 或者台湾买这批自走炮的武器 甚至陆军武器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台湾是需要聂英多个老虎 又可以这么说 美帝来说 他的王牌武器 就不是这些陆军武器 美国王牌武器就是空军 是吧 空军就是战机 一系列的战机 你看回一样东西 美国帮台湾升级到F16V 中共立即有反应 空军 之前已经说明 台湾传出来说会买F35 这就令到中共的嘴炮 立即发嘴炮 他发得嘴炮就是证明他害怕 他说过什么 他说如果美国卖F35给台湾 就开波 就是说就会打 可以这么说 之前都说过 美国军机和台湾都会打 可以这么说 如果美国卖F35给台湾 中共更加不敢打 因为你看到空军来说 真的是一个王牌 不要说美国全世界都要靠空军吃虎 这个战机 你看看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日本仔 纳粹德国都是靠空军开路 去到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争霸 你看到这个聶英怎么担起这些鱼 你看到美国的航母 都是比这些 就是日本你说神风也好 零色战机也好 怎么攻击 跟着日本的航母 甚至日本的大和号 武藏号 都是比这些美国的聶英搞定的 所以这个制空权是多么重要 又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其实现在台海的关键 就已经不会打的了 是靠什么 是靠客 中共是靠客 台湾是靠左客 所以台湾呢 我觉得台湾真是争取 买这个F-35 这个隐形战机 买了之后 左客力大很多 对不对 再说回 中共 现在对台 对台 靠客的程度 你看看演习 到现在来说 就是公开演习的影片 甚至中共电视台 公开解放军 最近演习的影片 登陆 都是少得可怜 如果你靠客 我说你中共是靠客 你演习不用说是靠客 你多些人 你起码做几万人 坐在登陆艇 怎样刹在岸上 几万人 如果你用几万人去攻台 肯定变灰 你几万人都做不到 我曾经说过 如果你中共要攻打台湾 就起码要百万人 为什么演习 操练 人数少得可怜 就是说他可以在控制范围之内 证明他 中共调道 这个叫登陆 连几万人都未必调道到 不要说百万人 百万人在台海 你演习都说是玩的 都是打针的 是吧 打针的制度武器时代 整空都是聂英 整海都是你那些鱼 哇 你的鱼又大隻又盛 那就被人擒了 是吧 再看一些讯息先 说到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国防部 披露的最新资料 就说去到7月28日 7月28日 就是说这个中共 骚扰这个台湾的西南防空式别区 就是7月28日 那又要这么说了 就是这个位置了 那中共呢 披露台湾呢 战机呢 老实说这些常规武器呢 台湾 我想他都不放在眼内 中共披露台湾呢 不是靠这个战机 是靠什么 是这个叫导弹 弹道导弹 是吧 东风系列 他是靠这个东风系列 甚至现在你和美国 美国 他现在靠美国或者美帝 都是靠这些东风系列的 是吧 所以你看到一样东西呢 台湾真的如果 买了一系列的F-35战斗机呢 我想中共呢 又在那儿叫囂的了 个人意见 独立CR讲完 好